国民党团昨天提出党版修宪草案 要挑战高门槛的修宪法修改 不过对于民间声浪高涨的补证公投 以及修改选霸法诉求 行政院却不愿提出对案修改 致力于补证公投案的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 今天现身台北东区街头发传单 认为政府诚意令人怀疑 亲切发出橘色的还权于民传单 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现身台北东区街头 向路过民众宣传补证公投及修改选霸法理念 林毅雄站在定点依依点头致意 民众要求合照也来者不拒 蛮开心的 因为我想看林毅雄本人想很久了 有在支持 我很关心政治 我们不希望台湾被卖掉 我支持就是 对怎么说我们国家没有公投法 对所以什么事情都就是 政治家他们就是决定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是非常好 就是有公投法的话 就是听一听就是人民的声音 认同林毅雄补证公投理念 日本留学生认为 311福岛何灾至今仍存在很多问题 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前才说 愿合理修正公投及选霸法 行政院仍不愿提出对案 国民党立委也否决民进党立委提案 林毅雄认为诚意不足 我想这个修宣问题可以慢慢谈 目前连这个补证公投 修改宣报法 这些这么简单的法律修改都不做 我说要修宣 我认为他是讲大话 讲空话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说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为什么不肯在这个会期当中 赶快完成这两步重要法律的修正 把属于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 他们这种嘴巴上面愿意修实际上面在阻挡的行为 这种打假球的作为 我相信人民眼睛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在人来人往最热闹的信义商圈 号召民众410重返立院 环权域民工作小组 北中南各地街头同步宣传 希望凝聚民意 督促政府改变态度完成修法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教委张轩 台湾台比 请不倒 请不倒